近日 一名103歲高齡的意大利老人 在感染了中共病毒後 神奇的康復了 他應該是全球最年長的康復者 是什麼讓他平安度過這場世紀劫難呢? 一起來聽聽他的故事 103歲的意大利老人艾達扎索索 在3月底感染了中共病毒 因為發燒 他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 一直昏昏欲睡 沒有反應 而由於無法進食 醫護人員只能為他補水 開退燒藥 扎索索是退休的紡織工人 有4個孩子 已經是曾祖母的他居住在意大利北部 來索納的一間療養院 在那裡的許多人確診後整棟建築被隔離 只允許醫護人員進出 信奉天主教的扎索索 曾是90年代西班牙流感的幸存者 經歷了兩大世紀病毒的他表示 信仰幫他找到抗擊病毒的勇氣 扎索索也向仍在與中共病毒抗爭的人們表示 信仰帶來的力量能衝破病魔的束縛 據大紀元網站數據 目前意大利確診人數超過15萬 死亡人數仍是歐洲最高的國家 接近兩班人喪生 醫護人員表示 百歲老人扎索索的康復 為人們帶來希望 新唐人記者宇婷綜合報導 指令人和抗擊病毒的陸葬 有否有亡的意見